其实世间本没有什么神秘 感觉神秘只是因为不够了解 这个人是老黄 我认识他18年4个月又21天 从我认识他开始 他就是个神秘的人 练着一种神秘的拳 在我认识他16年9个月又6天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们建了一个账号 叫说明于老黄 很多事情你以为已经设想的够周全 可是当真的开始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设想之所以叫设想 就是因为它不可能周全 最早告诉我这件事的 是我的耳朵 有趣的是 它并不是听来的 那是我第一次被扔出镜头 我挪了四步 又走了三步 躲了两步 不知道该去哪里 后来的事 有些你们知道了 有些你们不知道 不知道是个很好的状态 有人说 人最大的烦恼 就是记性太好 如果可以所有的事都忘记 那一定很开心 和老黄接触越久 我越觉得他是个开心的人 因为有时候 他会突然忘掉所有的事 放词了 这段先删了吧 这段 啊 放词了 其实我知道他忘了什么 但我没有告诉他 毕竟 没有什么比开心更重要 为什么武术叫功夫 功夫其实就是时间 两个人合作 时间久了 就变成了一种功夫 就好像 你拿到了一串钥匙 只是可以挑出最正确的一把 打开对方的门 可是 有时 就算门打开了 你还是不懂对方 比如 我要跟对面 又跟着正面接触了 怎么办 对方 你看 喝 再看我 喝 家伙 为什么 喝 喝 好家伙 这些词我当然都懂 但是放在一起时 我却发现我什么都不懂 只是觉得好笑 那天 大家都在笑 据说 这个状态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笑场 笑场 多好的名字 很多时候 一句话的重点 并不在于听不听得懂 而在于听不听得出 就像那一次 我们的妆就是牛逼 不对 不对 乱了乱了 乱了 我有点故意的 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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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 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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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删了吧 我也说 删了吧 他听懂了我的话 却没听出我骗他 拍视频这么久以来 常常有人会来问我们问题 最常见的问题是 八卦掌的圈 该怎么走 老黄一般会说 离脚直汤 外脚微微内扣 循环往复 就可以走成一个圈 然后 就可以一直走下去 我觉得 老黄说的不是脚下的圈 而是人生的路 人生的路就是 有时候 任凭你怎么努力 最好的结果 可能只是回到原点 就好像 再走一个圈 别等了 此处没有反转 八卦掌是一个圈 就像四季是一个圈 四季是一个圈 就像人生是一个圈 只是 人们往往很难发现 其实每一个圈都会变 只不过 变的不是圈 是走圈的人 好了 不装了 各位老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顺鸣 装不动了 装不动了 快过年了 整个活 大家一起开心开心 我呢代表顺鸣老黄 祝大家新春快乐 身体健康 武功精进 咱们虎年再见 下期见 下期见 下期见